七十列传 春山君列传 春山君是楚国人 名叫蝎 姓黄 藏州由各地从师学习 知识渊博 奉是楚请湘王 请湘王认为黄蝎有口才 让他出使秦国 当时秦昭王派白起进攻韩国河 在华阳打败了韩 魏两国 捕获了魏国将领王卯 韩 魏两国向秦国臣服并侍奉秦国 秦昭王已命令白起同韩国 魏国一起进攻楚国 但秦军还没有启程 这时楚王派黄蝎恰巧来到秦国 听说了秦国的这个计划 在这个时候 秦国已经占领了楚国大片领土 因为在这以前 秦王曾派白起攻打楚国 夺取了乌郡 钱忠郡 攻占了燕城影都 向东一直打到靖陵 楚请湘王只好把都城向东迁到陈县 黄蝎见到楚怀王受到秦国引诱 而到秦国的朝堂去商谈 结果上当受骗 被扣留并且死在秦国 请湘王是楚怀王的儿子 秦国根本不把他看在眼里 黄蝎担心一旦发动战争 楚国就会灭亡 于是他上书劝说秦王道 天下的诸侯没有谁比秦 楚两国更强大的 现在我听说大王要征讨楚国 这就如同两个猛虎互相搏斗 两虎相斗而猎狗趁机得到好处 不如与楚国亲善 请允许我陈述自己的看法 我听说事物发展到顶点就必定走向反面 冬季与夏季的变化就是这样 事物积累到极高处就会危险 堆叠棋子就是这样 现在秦国的土地占着天下西 北两方边地 这是从有人类以来 即使天子的领地也不曾有过的 可是从先帝文王 庄王以及大王自身 三代不忘使秦国土地同齐国连接起来 借以切断各国合纵结盟的关键部位 现在大王派圣桥到韩国驻守任职 圣桥把韩国的土地并入秦国 这是不动一兵一卒 不施展武力而得到百里土地的好办法 大王可以说是有才能了 大王又发兵进攻魏国 堵塞了魏国都城大梁的出入通路 攻取河内 拿下燕 酸枣 须 逃等地 进而攻入行地 魏国军队如风吹白云四处逃散而不敢彼此相救 大王的功绩也算够多了 大王停止征战修整部队 两年之后再次发兵 又夺取了蒲 盐 守 圆等地 进而兵临人 平秋 黄 济阳则退缩自首 结果魏国屈服将秦 大王又割去了普利以北的土地 打通了齐国 秦国的通道 截断了楚国 赵国联系的脊梁 天下经过五次联合而向其的六国诸侯 不敢互相救援 大王的威势也可以说发挥到极点了 大王如果保持功绩 掌握威势 去掉功伐之心 广施仁义之道 使得没有以后的祸患 您的誓约可与三王并称 您的威势可与五霸并举 大王如果依仗壮丁的众多 平靠军备的强大 趁着毁灭魏国的威势 而想以武力使天下的诸侯屈服 我恐怕您会有以后的祸患啊 诗经上说 没有人不想有好的开头 却很少人能有好的终结 诗经上说 小壶渡水将渡过时 却失了尾巴 这些话说的是开始容易 结尾难 怎么才能知道是这样的呢 从前 智博只看见功伐赵湘子的好处 却没料到自己反在鱼刺 遭到杀身之祸 吴王夫差只看到进攻齐国的利益 却没有想到再干脆被越王勾剑战败 这两个国家 不是没有建树过巨大功绩 由于贪图眼前的利益 结果换得了后来的祸患 因为吴王夫差 相信了越国的功维 所以才去攻打齐国 在艾陵战胜了齐国人之后 回来时却在三江水边被越王勾建寝货 智博相信韩氏 魏氏 焉而攻伐赵氏 进攻进阳城 胜利指日可待了 可是韩氏 魏氏背叛了他 在早台杀死了智博瑶 现在大王极恨楚国不毁灭 却忘掉毁灭楚国就会使韩 魏两国更加强大 我替大王考虑 认为不能这样做 有诗道 大军不远离自家宅地长途跋涉 从这种观点看 楚国是帮手 邻国才是敌人 诗经说 狡兔又蹦又跳 遇到猎拳跑不掉 别人的心思 我能揣摩到 现在大王中途相信韩 魏两国与您亲善 这正如同吴国相信越谷啊 我听到这样的说法 敌人不能宽容 时机不能错过 我恐怕韩 魏两国低声下气 要秦国消除祸患 实际是欺骗秦国 怎么见的呢 大王对韩国 魏国没有己事的恩德 却有几代的仇焰 韩 魏国军的父子兄弟 接连死在秦国刀下的将近时代了 他们国土残缺 国家破败 宗庙焚毁 上支将领下支士卒 剖腹断肠 砍头毁灭 伸手分离 枯骨暴露在荒野水泽之中 头颅将挺 横尸遍掩 国内到处可见 父子老弱被捆着脖子绑着手 成了任人凌辱的俘虏 一群接一群的走在路上 百姓无法生火 亲族逃离 骨肉分散 刘王沦落为男仆女奴的 充满海内各国 所以韩 魏两国不灭亡 这是秦国最大的忧患 如今大王却借助他们一起攻打楚国 不也太适当吗 再说大王进攻楚国怎么出兵呢 大王将向仇敌韩国 为国借路吗 若是 则出兵之日 就是大王忧患 他们不能返回之时 这是大王把自己的军队 借给仇敌韩国 为国啊 大王如果不从仇敌韩国 为国借路 那就必定攻打随水右边的地区 而随水右边地区 都是大川大水 高山密林 深西幽谷 这样一些无良地区 大王即使占领了他 也等于没有得到土地 这是大王落个毁灭楚国的恶名声 而没有得到占领土地的实惠啊 再说大王从进攻楚国之日起 韩 赵 魏 齐 四国必定全都发兵对付大王 秦 楚两国一旦交战 便兵连霍节 不会罢休 魏国将出兵攻打流 方宇 智 胡陵 荡 萧 乡等城义和地方 占领的原先宋国土地 必定全都丧失 齐国人向南攻击楚地 四水地区必定攻克 这些地方都是平坦开阔 四通八达的肥沃土地 却让他们单独占领 大王击败楚国而是韩 魏两国在中原地区壮大起来 又使齐国更加强劲 韩 魏两国强大了 完全能够同秦国抗衡 齐国南面以四水为边境 东面背靠大海 北面一是黄河 便没有以后的祸患 天下的国家 没有谁能比齐国 魏国更强大 齐 魏两国得到土地 保持以德的利益 进而让下级官吏审慎治理 一年以后 即使不能称帝天下 但阻止大王称帝却是负负有余的 以大王土地的广大 人口的众多 军备的强大 一旦发兵而与楚国结下怨仇 就会让韩为两国尊其称帝 这是大王计谋的失策啊 我替大王考虑 没有比与楚国友好更好的办法了 秦 除两国联合 而成为一个整体禁逼韩国 韩必定收敛 不敢轻举妄动 大王在经营设置东山的显妖地势 利用黄河环绕的有利条件 韩国就必定成为秦国的陈属 如果造成了这种形式 大王在用十万兵力驻守正地 魏国则心惊胆战 许燕两帝退缩固守不敢出击 那么上菜 台灵与魏国的联系就被断绝 这样魏国也会成为秦国的陈属了 大王一旦同楚国交好 那么韩谷关以内两个万成之国 韩与魏就要向齐国割取土地 齐国右边冀州一带广大地区 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 大王的土地横贯东 西两海约束天下诸侯 这样燕国 赵国没有齐国 楚国作依托 齐国 楚国没有燕国 赵国相一棒 然后大王用威王震慑燕 赵两国 直接动摇齐 楚两国 那么这四个国家不需急功 便会向秦国臣服了 昭王读了春申军的上书后说 真好 于是阻止了白起出征 并辞谢了韩 魏两国 同时派使臣给楚国送去了厚礼 秦楚盟约结为友好国家 黄歇接受了盟约返回楚国 楚王派黄歇与太子丸到秦国做人制 秦国把他们扣留了几年之久 后来楚请湘王病了 太子丸却无法回到楚国 但太子与秦国湘国应侯四人关系很好 于是黄歇就劝说应侯道 湘国您确实对楚国的太子很好吗 应侯说是啊 黄歇说如今楚王恐怕一病不起了 秦国不如让太子回去好 如果太子能立为王 他侍奉秦国一定厚重而感激乡国的恩德 将永不竭尽 这不仅是亲善友好国家的表示 而且为将来保留了一个万成大国的盟友 如果不让他回去 那他充其量是个咸阳城里的百姓罢了 楚国将改立太子 到时肯定不会侍奉秦国 那样就会失去友好国家的信任 又断绝了一个万成大国的盟友 这不是上策 希望湘国您仔细考虑这件事情 应侯范居把黄歇说的意思报告给秦王 秦王说 等他回来后 再做记忆黄歇替楚国太子谋划说 秦国扣留太子的目的 是要借此索取好处 现在太子要使秦国得到好处是无能为力的 我很为您担忧 而且杨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楚国国内 大王如果不幸此事 太子又不在楚国 杨文君的儿子必定立为后继人 太子您就不能享有国家了 不如逃离秦国 跟使臣一起出去 请让我留下来 拿我的性命来承担这件事的后果 楚太子于是换了衣服 扮成楚国使臣的车夫得以出关 而黄歇在客馆里留守 总是推托太子有病谢绝会客 估计太子已经走远 秦国追不上了 黄歇就自动向秦昭王报告说 楚国太子已经回去 离开很远了 我当死罪 愿您赐我一死 昭王大为恼火 邀准与黄歇自杀 应侯禁言道 黄歇作为臣子 为了他的主人献出自己生命 太子如果立为楚王 肯定重用黄歇 所以不如免他死罪 让他回国 来表示对楚国的亲善秦王听从而应侯的意见 便把黄歇遣送回国 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 楚请湘王去世 太子丸被立为楚王 这就是考列王 考列王元年前262 任命黄歇为宰相 封为春申君 赏赐淮北地区12个县 15年以后 黄歇向楚王进言道 淮河以北地区靠近齐国 那里情势紧急 请把这个地区化为郡 让治理更加方便 并同时献出淮北12个县 请求封到江东去 考列王答应了他的请求 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池 把他们作为自己的都役 春申君已经担任了楚国宰相 这时齐国有孟长君 赵国有平原君 魏国有信陵君 大家都正在静香礼贤下士 招来宾客 互相争夺贤士 辅助君王掌握国政 春申君担任楚国宰相的第四年 秦国击败坑杀了赵国长平 驻军四十多万人 第五年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 邯郸 邯郸向楚国告急求援 楚国派春申君带兵去救援邯郸 秦军解为撤退后 春申君于是率兵返回楚国 春申君担任楚国宰相的第八年 为楚国向北征伐 灭掉鲁国 任命寻清担任蓝陵县陵 这个时候 楚国又兴盛强大起来 有一次 赵国平原军派使臣到春申君这里来访问 春申君把他们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 赵国使臣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 特意用戴帽簪子晚插关机 亮出用朱玉装饰的剑鞘 请求招来春申君的宾客会面 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穿着宝珠座的鞋子 来见赵国使臣 使赵国使臣自残行贿 春申君任宰相的第十四年 秦国的庄襄王即位 任命吕不韦为为秦相 封为文信侯 夺取了东周 春申君任宰相的第22年 各国诸侯担忧秦国的攻占征伐 无止无休不能遏制 就互相盟约联合起来 向西讨伐秦国 而楚国国军担任六国盟约之长 让春申君当权主事 六国联军到达寒谷关后 秦军出关应战 六国联军战败而逃 楚考列王把作战失利归罪于春申君 春申君因此渐渐被疏远了 这时宾客中有个关金人朱英 对春申君说 人们都认为楚国是个强大国家 而您把它治理弱了 这种看法我认为不对 先王石与秦国交好二十年 而秦国不攻打楚国 是为什么 秦国要越过敏爱这个要塞进攻楚国 是很不方便的 要是从西州 东州借路的话 他背对着韩 魏两国进攻楚国 也是不行的 现在的形势就不是这样了 魏国危在旦夕 不能吝惜许和烟灵了 答应把这两成义搁给秦国 这样秦国军队离楚都城 只有160里路 我将看到的是 秦 楚两国日甚一日的交兵了 楚国当时就把都城从臣 签到了寿春 而秦国则把附庸魏元军 从濮阳签到了野王 设置了东郡 春深君从此到了丰帝吾 同时执行宰相职务 楚考列王没有儿子 春深君为这件事发愁 就寻找遗余生育儿子的妇女 进献给楚王 虽然进献了不少 却始终没生儿子 赵国礼元带着他的妹妹来 打算把他的妹妹 进献给楚王 又听说楚王不遗余生育儿子 恐怕时间长了 不能得到宠幸 李元便寻找机会 做了春深君的侍从 不久他请假回家 又故意延误了返回的时间 回来后他去拜见春深君 春深君问他迟到的原因 他回答说 齐王派使臣来求娶我的妹妹 由于我跟那个使臣饮酒 所以延误了返回的时间 春深君问道 订婚礼物送来了吗 李元回答说 没有春深君又问道 可以让我看看吗 李元说 可以 于是李元就把他的妹妹献给春深君 并立即得到春深君的宠幸 后来李元知道了他的妹妹怀了身孕 就同他妹妹商量了进一步的打算 李元的妹妹找了个机会 劝说春深君道 楚王尊重宠幸您 即使兄弟也不如 如今年任楚国宰相已经二十多年 可是大王没有儿子 如果楚王受终之后将要改立兄弟 那么楚国改立国君以后 也就会各自使原来所亲信的人显贵起来 您又怎么能长久的得到宠幸呢 不仅如此 您身处尊位执掌正事多年 对楚王的兄弟们难免有许多失礼的地方 楚王兄弟果真立为国君 殃货将落在您的身上 还怎么能保住宰相大印和江东封地呢 现在我自己知道怀上身孕了 可是别人谁也不知道 我得到您的宠幸时间不长 如果凭您的尊贵地位把我尽献给楚王 楚王必定宠幸我 我仰赖上天的保佑生个儿子 这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 楚国全为您所有 这与您身遭意想不到的殃货相比 哪样好呢 春申君认为这番话说得对极了 就把李源的妹妹送出家来 严密地安排在一个住所 便向楚王称说要进献李源的妹妹 楚王把李源的妹妹召进宫来 很是宠幸她 于是生了个儿子 立为太子又把李源妹妹封为王后 楚王弃重李源 于是李源参与朝政 李源把他妹妹送进宫里 封为王后 生的儿子立为太子 便担心春申君说漏秘密而更加骄横 就暗中豢养了刺客 打算杀死春申君来灭口 这件事在国都有些人知道 春申君任宰相的第25年 楚考猎王病重 朱英对春申君说 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 又有不期而至的祸 如今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 奉是喜怒无常的君主 又怎么能会没有不期而至的人呢 春申君问道 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福 朱英回答说 您任楚国宰相二十多年了 虽然名义上是宰相 实际上就是楚王 现在楚王病重 死在旦夕 您辅佐年幼的国君 因而带他掌握国政 如同伊尹 周公一样 等君王长大 再把大权交给他 不就是您南面称王 而具有楚国 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福 春申君又问道 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 朱英回答道 李源不执掌国政 便是您的仇人 他不管兵士 却豢养刺客 为时已久了 楚王一下事 李源必定抢先入宫夺权 并要杀掉您灭口 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 春申君接着问道 什么叫不期而至的人 朱英回答说 您安排我坐廊中 楚王一下事 李源必定抢先入宫 我替您杀掉李源 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人 春申君听了后说 您要放弃这种打算 李源是个软弱的人 我对他很友好 况且又怎么能到这种地步 朱英知道自己的禁言不被采用 恐怕祸患殃及自身 就逃离了 此后十七天 楚考猎王去世 李源果然抢先入宫 并在吉门埋伏下刺客 春申君进入吉门 李源豢养的刺客 从两侧家住刺杀了春申君 斩下他的头 扔到吉门外边 同时就派官吏把春申君家满门抄斩 而李源的妹妹原先受春申君宠幸怀了孕 又入宫得宠于楚考猎王后 所生的那个儿子便立为楚王 这就是楚幽王 这一年 秦始皇即位已经九年了 烙矮也与秦国太后撕乱 被发掘后 一灭三族 而吕不韦阴受牵连被废除 太宫使说 我到楚地 观览了春申君的旧城 宫市建筑十分宏伟啊 当年 春申君劝说秦昭王 以及冒着生命危险 派人把楚太子送回楚国 是多么聪慧的高明之举啊 可是后来被李源控制 昏溃糊涂了 俗话说 应当决断是不决断 反过来就要遭受祸患 说的就是春申君 失去了朱英要击杀李源的机会吧 黄歇便智 权掠秦 楚 太子祸归 身作宰府 朱炫赵克 一开无土 猎王寡印 李源献女 无望成灾 朱英屠语